溶液的配置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 如烹煮一道好吃的糖醋礼姬 其中糖醋酱汁的配法为 8匙水、4匙白醋、4匙白砂糖、4匙番茄酱 所配置的比例并不是很精确 然而要如何精确配置溶液的浓度 就必须要知道浓度的概念及器材的使用 配置溶液常用的器材有电子天瓶、钥匙、凉桶、波棒、烧杯、溶量瓶、低管、稀凉管 溶液微固体时 如预配置生理食盐水 其重量百分率为0.9% 室温下其密度为每毫升1.005克 若要配置食盐水500毫升 溶值重量等于500毫升乘以每毫升1.005克 再乘0.9%等于4.52克 配置氯化钠水溶液的步骤如下 步骤一 使用电子天瓶秤凉氯化钠4.52克后 放入干净的烧杯中 取适量蒸馏水 并以波棒搅拌使其溶解 步骤二 借由波棒导引食盐水流向 让溶液经由漏斗转至500毫升的溶量瓶中 步骤三 溶液完全转至于溶量瓶后 加入溶剂制约拌满 并沿水平方向旋转摇动溶量瓶 使溶液初步混合均匀 步骤四 添加纯水到快接近溶量瓶颈上的标线处 再改用滴管添加纯水制标线 观察溶液的凹面处与溶液标线切齐 步骤五 盖好溶量瓶瓶塞 拖按住溶量瓶 将瓶子倒转 并沿水平方向旋转混合溶液 再倒转回来 即完成 而溶值为液体时 若要精确秤取液体体积 可使用溪涼管搭配安全溪球使用 安全溪球包含三个控制阀 A排气阀 S溪液阀 E排液阀 将安全溪球连接溪涼管 当按压A排气阀在挤压球体时 可将空气排出 可将空气排出 按住S吸液阀 可将液体吸入管内 按压E排液阀 则可将管内的液体排放 以吸两管搭配安全吸球的步骤如下 步骤1 按压A排气阀 接着挤压球体 将安全吸球内空气排出 此时安全吸球会呈减压状态 步骤2 将安全吸球装在吸两管上端 物装入太深 以免挡住E排液阀 步骤3 将吸两管的吸入口 放入适量溶液中 约1到2公分深处 步骤4 按压安全吸球的S吸液阀 球体会慢慢膨胀 而将液体吸入管内 直到溶液超过刻度线时 即停止吸取 要注意的是 按住S吸液阀时 物按压太大力 以避免液体吸入太快 导致液体吸入至安全吸球内 步骤5 按压E排气阀 调整管内溶液液面到刻度线 步骤6 按压E排气阀 让管内溶液自然流放至溶量瓶中 如预配置0.5M硫酸水溶液500毫升 需取18M浓硫酸的体积为 18乘以V等于0.5乘以500 V等于13.9毫升 在此配置的步骤 与固体溶质水溶液有些不同 因为浓硫酸加入水中 会放出大量的热 因此切勿将水加入浓硫酸中 以免放出大量的热而造成水的涂肺 使得浓硫酸喷溅出造成危险 配置硫酸水溶液的步骤如下 步骤1 先将500毫升的容量瓶 盛装约半满的蒸馏水 步骤2 使用安全吸球的吸氧管 量取浓硫酸体积为13.9毫升后 直接将吸氧管伸入容量瓶内 缓慢释放浓硫酸于瓶中 接下来的步骤 如同配置食盐水步骤3到5一样 葡萄糖水溶液的配置做法为 先使用电子填屏 钥匙来乘量葡萄糖重量 将秤凉好的葡萄糖放入干净的烧杯中 加入适量蒸馏水并以波棒搅拌 再将溶液转至到250毫升的容量瓶 利用滴管添加蒸馏水至标线 充分混合后即得 另外 若有依已知浓度的溶液 想要配置成较低浓度时 可利用溶液的稀释方法来配置 使用稀凉管准确量取预稀释液体 转至于容量瓶后 再依液体溶值的溶液配置的操作步骤 就可完成较稀浓度的配置 溶液稀释前后 其溶值的墨尔数是不会改变的 因此可经由简单的计算 得知盐酸水溶液的体积为25毫升 就可以使用搭配安全吸球的稀凉管 量取1M盐酸水溶液25毫升 转至到体积为250毫升的容量瓶中 再加入蒸馏水至容量瓶瓶颈的标线上 盖上瓶塞充分摇晃 使之均匀混合即可 今天我们认识了实验室配置溶液常用的器材 及其使用方式 也了解了配置固态溶值溶液 和液态溶值溶液的操作步骤 以及溶液稀释的方法 那么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配置溶液的操作步骤虽然有点多 其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更为准确浓度的溶液 记得在实验课时不要忘了这些操作步骤哦 最后来想一想 若欲将1M硫酸水溶液100毫升加水稀释至200毫升 为何是将水溶液转至于200毫升的容量瓶中加水之标线 而不是另取100毫升蒸馏水加入水溶液中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